持续延烧 全台单日确诊数破千 而确诊足迹越来越多了 新北市政府已经开始不公布确诊足迹 让许多市民不满灌爆脸书 抱怨这样让他们无所适从 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去快筛 不过有医师认为足迹太多了 公布意义也不大 而是大家现在处处都要有防疫意识 满满的都是确诊者足迹 不少民众透过县市政府公布的时间和地点 来对照自己是否跟确诊者有接触 但全台本土确诊数单日破千 新北市府却宣布将不再公布了 引发民众抱怨 要公布比较好 要注意也会小心一点 就公布啊 就让民众有知道说哪里有足迹这样子 毕竟12岁以下没有打过疫苗 会比较有感染的风险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取得要控制 所以确不确诊 大家应该是要做好防疫 实际询问民众大多还是希望公布 许多人就涌入新北市府的官方脸书 要求公布足迹 让大家有心理准备 就算不公布 也希望可以公告确诊人数分布图 以高风险区域来判定 另外也有人质疑 那到底要不要扫食联制 不过医师认为公布足迹意义不大 假设今天有100个甚至1000个感染的话 那到处可能都是他的足迹所在的 你怎么去公布那些东西 没有意义的 确诊者很多的国家 事实上他们也不做什么疫调了 确诊数暴增到处都可能潜藏病毒 是否则强调基本防疫更重要 会让大家以为没有公布的地方是安全的 社区传播的时候要做自我的防范 这个去比对足迹要来的重要 疫情七起伏伏两年多 随着Omicron这波确诊数飙升太快 应对防疫转变过渡期 民众除了新嘎嘎 可能还得花时间再适应 记者副上红尘博新北厂报道